我叫李平,今年25岁,是家住在农村 因为从小家里很穷,很小就没有上学了 18岁那年就独自一人来到上海打工 由于在上海没有一点心气朋友,找工作四处碰壁 眼看着带来的钱花完了,心里很是着急 变得很迷茫,后来没办法 找了一家黑中介,给我安排了一家足疗店,做起了收银员 开始的时候因为第一次工作,所以说对这些一窍不通 刚来的时候学习了半个月,因为自己比较笨 十几天都没有熟练地掌握这个收银的技巧 所以被老板骂了很多次,自己也非常伤心 于是下定决心,非要把这行学好 经历了一个月后,终于把这行学好了 心里也是满满的成就感 毕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 后来日子就这样平淡无奇地过了 直到来了一个男服务员,打破了往日的瓶颈 他叫小刘,小刘长相一般,说话比较甜 惹人开心,做事也比较麻利,深受老板的喜欢 而且我们自己的人都比较喜欢他 有一次足疗店组织聚会,咱们大家都玩得比较开心 喝得也比较多,同事们都陆续上厕所了 就剩我和他两个人 他竟然跟我说了一句 喜欢我,让我做他的女朋友 听到这些话,我有些懵了 刚开始,我是一万个拒绝的 因为我知道他比我大六岁 而且我对他没那种感觉 后来他每天对我非常亲密 每天给我买早饭,给我买汽水 也会说一些甜言蜜语 让我对这个男生渐渐地有点动心了 后来我答应了他 我们俩在足疗店更像是一对爱情的典范 那段日子真的很甜蜜 让我很是开心 今年的年前,我和他都从足疗店辞职 他带我回到他老家,并决定跟我结婚 他的家庭还算可以 并承诺跟我结婚的话就会买车 结合他对我的表现,我决定答应他 并且带他去见我的父母 我父母觉得这个男孩子也比较老实 干活也麻利 所以就同意我俩的婚事了 于是后来就结婚了 婚后开始的日子过得还可以 但后面的日子 我却感觉似乎戴上了一个紧箍咒 他非常的抠门 竟然在以前我没有发现 藏的真够深的 后来我怀孕了 原来以为怀孕他会变好 没想到还是一样 完全没有一点变化 十个月后我生了个女儿 为了女儿没办法,抽合过吧 他在生活上抠也就算了 对我女儿也抠 女儿的尿不湿以前一直是我买的 上次要他去买 他就提了一袋便宜打折的 回来还洋洋得意的说 今天捡了个大便宜 这个快要过期了就打折买 用了便宜尿不湿后 女儿的屁股烧得通红的 奶粉和女儿的腐蚀 他都调最便宜的买 真的让我遇到了极品 我开始后悔不已 后来做了一个月的思想斗争 我决定离婚了 离婚后父母问我后悔吗 我说我不后悔 如果换做是你们 肯定也会离婚吧 祝ough 剑 团磊 血 防离博置 操洗 电 поб 综 弓